增添 嗨大家好我是鱼 我是夜 今天呢 我们要来一个特别的节目 我们邀请了重量级的来宾 重量级的来宾是谁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对自己的父母蛮好奇 从小到大都有很多疑问 那是不敢问 可是我觉得是 小时候你会很怕你的父母 可是长大之后 你会有很多话 你想要问你的父母说 把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或是我们小时候曾经怎么样 那時候你們是在想什麼 媽啊 你知道我小時候偷你的錢嗎 哈哈哈哈 輕鬆的問題 然後一錄會越來越heavy 就會到了有關於我們兩個 有一些還沒有直接談成過的事情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會 一併的全部問出來 他們現在在裡面完全不知道 我們等一下要開始錄房檯 所以待會我父母的回應呢 會是最真實的 會不會等下錄到一半嗎 他就說 啊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 不要啦哎呀 這真的是非常有可能 我們就要大家期待一下囉 因為剛剛說要錄影 他還跑過來拿口 等一下你現在要 麻煩現在要幹嘛 打化妝品啊 現在才要化來不及了啦 對已經來不及了 沒關係你就趕快 好久都沒擦沒擦沒化妝了 好我們現在呢 要邀請非常非常重量級的來賓 好來歡迎鄭志成 花蓮志成 來先跟我們頻道的觀眾打聲招呼 嗨大家好 幸福年快樂 祝大家事事如意 不是這樣講耶 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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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去你的便當店那邊拿錢嗎 不能讓 拿了零錢 媽 不是有一個按那個 對阿 上面不是放很多小零錢 你不知道 就走過去了嗎 就這樣拿一個50塊 他其實是放在那個地方 讓你們喔 有 可以自發一個 看自己要多少取是多少 哪有 媽媽妳說妳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好啦我沒有空拿 直接老實講 媽媽 妳自己坦承 就是妳從小到大就是 有沒有把我們兩個 就是當作男生代表 其實妳在小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 妳非常不喜歡穿裙子 這個 然後 喜歡打籃球這個 也是讓 讓我很驚訝 那我就這樣慢慢地在聯想 很可能那個時候就會有 一些懷疑 對 對男孩子女孩子 其實的想法都 但是嚴格講講 我的內心 我是比較喜歡女孩子的 媽媽說 妳剪刀小時候都要把我們兩個剪刀頭吧 也不一定啦 妳兩個 小時候都 比較好整理啊 妳們 剪短法 來幫我拿下一個slogan 剪短法等於 比較好整理 那我喜歡問爸爸就是 為什麼 我們兩個是妳從小到大就是大 教訓 教訓小孩最兇的 就是比起大姐跟二姐 因為妳們兩個的行為 其實是比大姐跟二姐更突出 好吧我跟妳說 所以活潑啊 或是比較外向 其實有常常會做出一些 令人很驚訝的事情 兩個很批 是不是 這可是其中之一 妳記不記得 妳有打過我們兩個人 一人一巴掌 我可能 可能不直接說 哈哈哈哈哈 我還沒做笑 我還沒做錯了 因為他們兩位的行為 其實實在是 是 太嗨了 好我們首先就在國中的時候 就很流行 完全幫忙跟蛋黃 是不是覺得我頭髮剪太短了 奇怪 怎麼頭髮剪 剪這個像男生一樣 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拉得上 就真的是 都 整個都傻眼了 我爸一看到他 我把他剪得很好 我爸就直接 一巴掌打過去 然後我就立刻 聽到小米被打過 就立刻抽我的糖尖 所以那天只有他被打過 沒辦法 然後我的那個 並腳這裡啦 就是 還有柯了 那是三條 還柯了三條線 立刻 拿奇異筆出來 然後 剛才把他打過 後來呢 我就逃過去 我就沒有被我把打了 耶 這件事情 讓你們兩個 真的確定 我們兩個就是 喜歡女生 喔 我們兩個就是 喜歡女生這樣 慢慢幫我父母的頭上 上一個泡泡吧 一直瘋狂的在想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跟他們說 我們兩個有什麼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 瘋狂的在想 我 我會 到他們的房間去 看他們的 搬他們的 那個就是 日記 交換日記 交換日記 還有性 情緒 還有性 我都 我都會去看 這個怎麼會怪怪的 然後念了我 當 當初的時候 我還是半醒半疑 我也不敢 一下子也沒辦法接受 比如說這個 這個兩年 什麼跟誰 怎樣 我自己也是很惶恐 也是 手足不錯 有朋友提過 但是那實際上 他也不然確認 媽媽說 我們兩個好像怪怪的 你們搭到 我 坦白講 我一開始就是 因為我知道 你們從小的 性向就是 有一點點 所以說 我是認為是 遲早 大學 變速的社會 然後以後 帶回來的 孩子 的朋友 都是自己的女伴 而且 這個行動上 那種 拿你之間的 這種的 掉掉 奇怪 每次回來 怎麼都是你的 爸爸在傷你 說你 這兩個小孩子是 是 是怎麼樣 在當初我是 也沒有辦法接受 那後來是說 自己 畢竟 是自己的孩子嘛 如果他們的 意 意象是這樣的話 所以我們也是 只好支持啊 對不對 都是自己的女兒啊 那我還要再說一句話 就是說 也無情人兩位 因為 畢竟你們 是一個 男孩子 坦白講 這樣 是一個男孩子 但是 你們身上長了 女孩子的習慣 男孩子的心 對 是男孩子的心 但是女孩子長的習慣 你認為他們願意嗎 他們絕對不願意的 所以我是希望 他們的 花好的國際 為自己的教育 這是比較重要 彩虹同志的這種狀態 我是認為是越來越多 而且也會認為 慢慢以後 一定會產生 變成一種正常化 所以說 大家也不必 用什麼奇特的眼光 去看這個 不管是你們去參加什麼活動 就是說 彩虹的同志的活動啊 各方面 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雖然是 沒有距離說 我是 那個相約相約的爸爸媽媽 但是 我們會在 接下來有種 留言 留言就是 支持 為什麼 這個 必須我的女兒 也在這裡面 所以我一定要支持他 不支持他 誰來支持他 你想想看 爸爸跟媽媽就是 從 一開始在猜測 然後到最後 能夠接受的那個轉變 是因為 就畢竟就是 我們兩個 還是你的女兒 對吧 那當然 爸爸你還記得 我們那時候 不是有寫一封 Email給你 對 就是出櫃嘛 對 你那時候收到那封信的 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他終於讓我確定 其實在 早 早先 我就已經有 這種想法 只是說 由你們來 對 來確定 你覺得小孩是 就是 對你這樣狀態需要的 當然需要 這個是代表你們有勇氣 來告訴父母親 其實你們 你們如果不告訴我的話 我們還是會默默的承認 也會再默默的默行 我們也絕對不會跟你反對 我剛才一直強調 就是說 你們從小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 你們這個性向 只是吃著的問題 雖然你們不告訴我 我還是會承認 但是你們可以這樣告訴我 我是認為 這個是你們的勇氣 媽媽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兩個 性子就寫 先寫給爸爸 因為就是從小 你們就是會比較 就是 你們兩個不要這樣 有沒有 就是我當然知道 你就是想要 希望我們兩個 可不可以 可能會變回來 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們兩個就會覺得說 如果要這樣子算起來 其實你跟爸爸 可能會是 爸爸比較有機會接受 我說今天已經是這個樣子的話 就是 兩個都是我的女兒嘛 那我就只好接受啊 對不對 沒有辦法 對啊 但是你那時候是 真的會有點 就是很想哭啊 什麼難過之類的吧 當初 當初是有一點點啊 那後來現在就是 慢慢比較釋懷 比較釋懷了 現在是 現在是完全釋懷了吧 然後你就會遇到一些 鄰居或是朋友 你們兩個有你們兒子 然後 那時候你 心裡面的第一個 反應是什麼 比如說像你家裡的親戚 像我 像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是有一次 就是我過年回去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跟媽媽講 以前我們兩個 因為像我耳洞 我就是有打左邊 所以我們兩個就是 在過年 我記得很清楚 在阿婆媽媽面前 然後也有直接說 啊男左女右 啊你耳環為什麼要打左邊 男生才打左邊 我好像沒有聽到 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 這件事情我不知道 然後可能是說 你們的同事 或是女鄰居說 啊你們兩個女兒 女兒要這樣 那麼像男孩子 那你會有什麼 他說兒子就兒子啦 有什麼關係 對啊後來 你說什麼 對啊我兒子 對 可是人家這樣問的話 因為你們都把頭髮解得很短 那我載你們出去的時候 人家說是 啊我也 我也不想去 去跟人家解釋說 他們就說 啊這兩位是你們兒子 我就說 對啊對啊 你不想要去解釋 媽媽一開始會說 沒有啦 這我兩個女兒女兒 然後到後來已經煩了 太多人問 煩到就 你女兒子 就 已經懶得解釋 沒有人敢真的跟我說 沒有 沒有人敢 你不是大哥大哥 我是說 他 我的 這一些朋友裡面 縱然他們知道的話 他們也不會說 這是非常尊重的 別人家裡的 因為平常我 都是非常尊重我的朋友 當然我的朋友 他們也會相對的吃 那如果你 其實我 所有的朋友裡面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會這麼講 那你都沒聽到了 如果你聽到一個人 然後跟你說 說 不正道哥 兩個女兒 不長不女 被你聽到 你既然會這麼說我的話 我當然我會 還擊你 那你會 我所有的還擊你說 你現在就要看好 好你們兄弟 是你們孫 蛤 不是 不是 這樣 好年你們孫 你們十五分就 老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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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代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好 也是很傳統 對 可能對於現在年輕人 還是怎麼樣 至少稍微覺得說 可能還會有一些 溝通上跟家人溝通上的 一些希望或什麼 畢竟你們都這麼守舊的人 都可以 接受我們兩個 而且還有兩個 所以這樣的事情的話 如果說你是當事者 就是說你的女兒 或者是你的兒子 是這種性向的話 我覺得 你就慢慢觀察 只要他們不會變壞 然后他们都是善良的 而且对社会 它不会造成他们什么样的影响 你想要改变它一定不可能 因为它是从那个余生气来 就是有那种那种现象 你就是要慢慢的去调试 然后慢慢的去试验 然后就是慢慢的去接受 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自己 身上掉下来的一块儿 我们不能不想过这样 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损失 对不对 这是我可以说对大家呼吁就是说 因为一定是要慢慢接受 你不赞同的话 他还是这样 这样反而造成他的伤害 爸爸但是有一些父母是 极端到会说 好啊断绝母女关系 或是父子关系的话 如果你真正爱你的孩子 你就绝对认同他 你除非你不爱你的孩子 那当然你就会 会饥饿反对 但是他们就说 其实是让家人丢脸 那丢...那丢脸 他愿意丢脸吗 我请问你 他是一个男孩子 他只要生他背着女孩子 他愿意丢脸吗 你是想他愿意吗 他是绝对不愿意的 但是没有办法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要再说一句话 当... 这整个社会在进步 你看过那个活生生的机器人吗 这机器人 他可以把他收到成是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有一天啊 你如果... 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不接受 将来你的孩子 或是你的孙子 男的孙子有一天他带回来 他带回来一个 很漂亮很漂亮的机器人 女孩子的时候 那怎么办 这种状况是绝对... 这种状况是在科技进步的时代 是绝对有可能的 这是一定要想 真的很前卫耶 他不要真的 他把那个机器人带回家 我请你 你做的感想 很突然的就收不掉 因为 因为现在的同志婚姻 已经合法化了 觉得有什么感想 妈妈你那个时候 有看到新闻吧 有啊 他因为不是通过吗 对 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一方面 是觉得开心吗 对 也是开心 然后就是说 好像我们也成为家 对 他们也成立一个 自己可以说 自己想要获得一种生活 那现在就是 只要不学坏 那他们在台北的话 各自忙 各自的一生都好 爸爸那你咧 爸爸 爸爸我跟你说 我看到你在猜 那个蔡总统 我只要 我只要 讲一句话 政府真的做对了一件事 所以我还想要 在最后在镜头前面 跟父母就是 坦生一件事情 除了我们两个就是 出柜的这件事情以外 对 然后还要跟父母就是直接 他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反明的直接讲 这件事情 就是 爸爸妈妈知道 我们两个去做 平农手术 这个我完全不知道 因为从你们的影片 从你们活动影片 活动影片里面 可以看 最近很清楚的看出来 那我很紧张 我们两个的反应 怎么那么淡定 你们在潜水 在游泳的时候 或是做什么动作 活动的时候 必须要把外衣脱掉的时候 看得很清楚 这更有需要 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 从就是出柜 第一件男士之后 然后我第二件就是 因为毕竟身体 法度受之父母 我觉得 这是第二个 我想要直接老师 跟我父母 就是先明讲的事情 就是我们 很抱歉 没有跟你们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两个 真的很清楚 知道我们自己 也喜欢我们自己的身体 是怎么样 可以演出一些我们的 所谓的女性的性征 然后我们就要穿 那个素胸的衣 妈妈你刚以前有洗过 我们的那种内衣 就是旁边有那种绷带的 还是什么那种 然后其实 僵直性脊椎炎 加上我们两个 为了要素 把身体素起来 就是我们长期的脱背 然后 我现在都感叹 被我们两个 拼凶手术这件事情 妈妈你 你说 很可笑 我穿不太大 遗传给你穿不外用 哈哈哈哈 你讲一讲 对你觉得这样 你要很生气吗 你到第一 我本来 也哭喔 你该不会有哭啊 知道我是看到 看到 看到你们做那个影片的时候 才知道 我们的那支影片 对啊 直接吓死 直接吓死 不是吓死 还是吓死 就是吓到说怎么 怎么这样 然后 有哭吗 有在哭 也没办法 就是已经都这样的话 就是 只要你们喜欢做的事情 你不要学坏就好了 那你有没有哭 妈妈那时候 不要学坏成三 对 爸爸你妈妈那时候 看到的时候有没有哭吗 那我自己在看她也不知道啊 那会觉得难过啊 那后来就是慢慢说 我根本就不会难过 好不好 就是 本来就是一个男孩子 把女孩子气根 多多少少去掉一点 这有什么问题 多多少少去掉一点 哈哈哈哈 这有什么问题 是多多少少而已 或是你们身上 所受的这些苦难 如果父母亲可以 把你们承担起来的话 我宁可行为官员承担起来 你是说 从会难以承担吗 对 因为你们本来是个男孩子 是很感动的啊 不要这样 那所以我们父亲可以承担的话 我们一定会难以承担起来 所以起码让你们 后半辈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但是也没办法 没办法 也不从人院 只有你们要好好的自己 保握自己 就是保重自己 然后更愤怒要图强 兄弟就各自努力啊 然后才可以出人头地 这个也是最大的事 然后把你们的工作做好 就是从小到大 然后到现在我们出社会了 然后你有什么东西 修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讲的 其实说起来 他们两个是还算蛮乖的 从小学没有让我们担心 那之后来 大学毕业到了台北工作 好像也都没有让我们什么担心 那自己都规划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是 很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有一天 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想要 对自己父母谈成 其实是不是先决条件事 要先把自己做好 对啊 当然是要对自己负责啊 对不对 你自己的人生规划 一定要把它做好 因为未来的日子还很长 我们的年纪慢慢大了 对不对 对啊 你们自己以后的日子 是你们自己要过的 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那爸爸妈妈也不可能说 一直在你们的身边 而且我们又是住 住在那里 住在这边 然后看你们也看不到 所以说是希望你们 自己在外面的话 就是好好照顾自己 你们千万千万不能归宿 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然后对社会 或是对你的家人 都有所贡献 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既然社会的眼光 目前还不太能接受 但是在你们的努力之下 肯定可以改变你这种观念 好 我也把你们当成是 像我现在今天有这样的 照顾的两位女儿 我也把所有的 受害者 对 把所有跟我两位女儿相同的人 把她当成是自己的女儿 一样去看待我 那你也不太多女儿了吧 这是一句非常非常非常 在做十个中心话 劳力和信力 所以我们还是要 在内心里面多几天啊 也希望社会能够公平的一代 拜拜 哈哈哈哈 好 我就是很感谢我父母 就是今天给我们一个 专访的时间 然后也希望就是我父母 他们的一些话 可以鼓励到一些 就是正在 烦恼 跟自己父母亲 想要去坦诚 然后有更新的一个 进展的所有的 才会的朋友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最后的 邓家人来 跟大家喝点一下好了 好不好 好 来 好 祝大家的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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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